女優穷的活不下去干脆开直播自杀,揭开大家都没想到会如此黑暗的酬劳内幕。 在大家心的目中日本的女優收入应该有多少呢?曾经以牙森迪,牙森,名字出道的宝生莉莉,就因为穷的活不下去了,竟然在IG上开直播吞下大量不明要玩自杀。 宝生莉莉也曾经是大公司的专属女優,可惜近几年发展不顺,换了三家经纪公司事业都没什么起色。 她也曾经在推特上抱怨公司很少帮她安排宣传活动,薪水也很久没有涨。 她还爆料成为单体女優之后,一支60分钟的作品《酬劳》只有1万日币,约新台币2.5万元,和其他女優合眼的作品甚至只能拿到2万日币,约新台币5500元。 不久前她也上传了自己户头余额的照片到推特上,表示自己只剩下9000日币,约新台币2500元,连自己和爱猫吃饭都成问题。 乌漏偏逢连夜雨,过了不久她的爱猫也因病逝世,让她心灰意冷。 根据台湾达人一见过春秋透露,宝生莉莉在9月6日时在IG开直播,当时她眼神恍惚,头发凌乱,看起来相当憔悴,之后她吞下大量的不明药物,讲了几句话就将直播关掉了。 事后见大也尝试资讯宝生莉莉,所有讯息都显示未读,而宝生莉莉的经纪人目前也没有回应,让粉丝都非常担心她的安危。 许多人都认为女优是个很爽的职业,只要躺着就能赚钱,其实是个非常残酷的产业,不仅女优间的竞争非常激烈,而且很容易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就会被市场淘汰掉,还要承受来自各界一样的眼光和压力,想要成为成功的女优真的非常不容易。 感谢观看